3 2 然後我們切過來 那同學看到這個圖面 這邊你已經畫完的話 OK 還有哪裡沒有畫 外面這一圈 跟這一個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其實我的圖面上沒有畫 這個是上面那個陽台外面露出來這一塊 那這個板他做的很怪 我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 應該來講他是這樣會 我們會順著這個上面繞一圈 陽台 不會說單片板做出去 這樣很薄弱 這塊容易掉下來 你把女兒想 但女兒想做過去是很費工的事情 因為他是圓形的 隨便各位講一下 那這一塊 不過他圖面這樣 我們照他這樣畫 好 這一塊要做出來 還有這個叉叉 什麼叫叉叉各位懂嗎 空洞 空洞 這是一個孔洞 這邊還有一個叫管道間 各位都沒看到這小地方 什麼叫管道間 其實各位我們這個圖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旁邊是廁所 這邊有兩個洞有沒有 這管道間 他跑管道用的 這要畫 空的 所以打一個叉叉 好 電梯間裡面是不是空的 打個叉 這個是管道間 也是空的 打個叉 清楚嗎 所以問題點在這裡 這樣清楚了 那舊的圖面 阿西想在這裡 新的圖面阿西想在這裡 這是舊的 好 那這樣各位清楚 好 然後我們來 把這些東西完成 你可以看到 來 這邊的話我們第一個 來 把 這畫完了 然後我們來把 這一個 管道間先畫起來 各位看到這邊是21.5 這邊是35 所以你從這邊畫一個35 21.5的矩形 那這一個 我們還是一樣在阿勒 阿勒的話 阿勒的話 好 我從這邊開始畫過去 那各位知道 小老鼠 X多少 負 對很好 有概念阿 豆點 31.5 好 這個管道 就畫好了 好 然後另外這一邊阿 好 這一邊35 不好畫 我就教各位用PL 他不會啦 他不會啦 他對我很禮貌的 好來 31.5 Y是35嗎 對阿 我畫S阿 對阿 有什麼問題嗎 對阿 對阿 我這樣畫有什麼問題嗎 好 可以齁 好 對各位的意見我都非常珍惜 怕老師一不小心畫錯了 來PL 因為我用PL 所以它是負線 那這邊要把它封起來 要 因為這是虛線 但是它這個虛線 開始如果沒碰到 你會變實線 你不管它也可以 但是 我是建議各位把它畫好 好 那 它兩條PL 如果要編成聚核線 插一下花 聚核線 然後 結合 你會把它炸開 就會把它結合 它也是個聚核線 我很喜歡弄聚核線 聚核線在3D的時候 非常好用 P ED IT 聚核線在3D的時候 非常好用 可以整個拉高度出來 P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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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完了之後 這些XX的把它打出來 XX的我們看 XX 我就把它調到 DIM是細線 XXXT PEDIT XXX 那XXX 這個我看它的圖面這樣畫 XXXX XXX 這一點它就拉到 XXXXX 那再把它 他是這樣做的,我看他的樣子做的 好,這樣就完成 好,然後這邊也是 打擦在結構體裡面來講 這個地方要流動 不可以填滿 這邊還有一條線,各位不要忘了 沒有線,這個會掉下去 有沒有看到一條線? 好,等一下再補 好,知道喔 不要忘了 這條線很多同學在檢定的時候都沒有畫 都被扣分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電梯間跟前面這個梯板是有一個邊緣的 有沒有 如果沒有邊緣的話,這會掉下去 好,那再拉回R了 我再補一條線 對,投影線我都R了 這個也是R了啊,對不對 好,那這完了之後 然後,來,外圈這一圈 我們來看 他離他多遠 從圖面上來看 這邊有告訴我們一個跡象 從這個外圍20 從這個外圍也是20 也就是說 我只要找到這一條線 往外延伸20 就是我這個邊邊的線 好,既然這麼簡單 來,我們就不要一條一條畫 我們就怎麼樣 來,一樣我用PL 從這邊開始 那我乾脆就是 這邊往外延伸嘛 PL 好,我先這樣做 因為他是PL PL有一個好處 就是聚合線 好,到這邊 既然他聚合線往外20 我就怎麼做 怎麼動作 對,這是因為 我們利用他的特性 往外畫 好,那裡面這條線我不要 因為他隱藏到 他裡面是個虛線 會擋到我 我就把它刪掉 好,這就做完了 很輕鬆愉快 但是 裡面 我刪得太快了 我刪得太快了 因為裡面還有一條線 等一下 我再把這個線補起來 好 R了 全部在R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來 這裡面的範圍是多少 20 35 是15 所以我在裡面 offset多少 15 所以這條線還是留著 這條線很好用 就是說 我把它offset 在15 這樣 這條線段 一整個就完成了 這樣是不是很快 這再把它刪掉 好,那這條線 我是不是刪錯了 是齁 好,來 來 刪掉這一個 然後 對對對 然後 這一個就把它延長 好,沒有問題齁 這個應該 好 好 然後 這一個 就完成了 再來我們來看 這一個半圓要怎麼畫 他的心在哪裡 原心是在哪裡 他也沒有告訴我們正確在什麼地方 只有說距離這邊280 然後 這個點到底在哪裡 後來這邊告訴我們一個177.5 這真的是很偉大的工程 從邊邊畫177.5 這邊是280 找原心 那在哪裡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成說我們一定要畫一條輔助線 好,那我就怎麼辦 怎麼辦呢 來 齁,這個 這個 整個就是CO啦 好不好 我從這樣放到這邊來 他告訴我從這邊過去是177.5 然後這邊過來是280 齁,我就怎麼樣 從這邊 邊邊280喔 好 因為說真的齁 這是最不好的方法 但是他沒告訴我原心在哪裡 因為這個要從牆心 這邊沒有牆 你要找這個 這是從牆的中心 開的 那要再找到牆心很辛苦 其實牆心 這邊過來7.5啦 齁 因為牆是15啦 他這個量 但是我不想講那麼多 就這樣 我們這樣做 好,做完之後呢 從這邊ofset的話280 這是比較輕鬆的事情 齁 從這邊畫一個圓150 所以你就知道這條圓150 會了嗎 齁,那150怎麼找 如果 你再龜毛一點 150怎麼找 過來150對不對 這邊會有很多線條 我告訴你會找不到 所以呢 很簡單 齁 1X 先把它找過來 先把它找過來 C 150 找到原心 知道喔 好 然後再畫一次 C 對 不夠突然齁 然後 這個 它怎麼 然後 T 對不起齁 這個是 封城圖有時候就是要這樣 齁 剪得太快 糟糕 剪得太快齁 沒關係 C150 這個圓你要留著 因為標尺寸的時候用不到 所以 弄到不出土的層 知道嗎 好 那留著沒有關係 TR 再剪 這個跟各位講一下 好 另外一個 離他多遠 我們從這邊看 也是280 既然是280 近射就可以 近射哪裡呢 這各位要注意一下 MIRROR 這一個 ENTER 終點在哪裡 我記得在最後一次教你們的M2P 就好了 這就不要再轉 因為他是280 他告訴我們是280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就OK了 那還有什麼沒有 那個牆沒有畫呢 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什麼沒有畫呢 好 應該都畫了 好 那各位 麻煩坐到這裡 麻煩坐到這裡 我可以看到 是380 你應該是380